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,24号台风台内,在日本冲绳线那坝是西南方向约150公里处,以约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北行进,预计在29号下午,将给冲绳带来强风暴雨。 根据冲绳时报消息,受台风台美影响,当地时间29日上午8点半至现在,日本冲绳线内有73,460户人家停电,同时也希望近期有要去日本的人民注意安全或者直接取消航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